我们今天进入了第二课 就是现代门徒的价值观的第二课 谈到自我形象 我们先做一个祈祷 全能的上帝至高的主 谢谢你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 让我们可以回归在你那里 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愿上帝用你的道指引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讲求物质的消费时代 仍然能够寻找到我们生存的意义和价值 愿神带领我们教导我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什么叫做自我形象 自我形象简单的说 是一把扯 在你的心里怎么看你自己 无论是外在的 是内在的 看得见的或看不见的 你怎么去衡量它 那就是你对自我的评估 就是自我形象的意义 每一个人都必须拥有健康的自我形象 他的生活才会健康正常 一个自我形象低落的人 他将很难接受自己 他对自己充满着不满 如果一个人都看不起自己 他怎么希望别人看得起他呢 一个人不能接受自己 又怎能期盼别人接受他呢 因此自我形象 是对自己的关系 最基本不可缺乏的 对自我的态度 我愿意接受我自己 我看得起我自己 这个对自我的接纳 进一步就可以接纳别人 当一个自卑感强的人 他对外在的世界将会逐渐的疏离 他尽量避开与人群在一起 或者在人群中间 他总是把自己躲躲藏藏的 不愿意表露自己 因为他对自我形象过于低落 是一种自卑 自卑人不敢发表意见 自卑的人没有自我的立场 自卑的人说不出真心的话语 因此一个人 如果要跟别人建立健康的关系 他必须先对自我的现象 有健康的建立 当我接受自己 我才可能接受别人 一个能够自爱的人 才可能爱人 正如耶稣说 你要爱人无己 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 他怎么有可能去爱 他身边其他的人呢 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 自我形象是非常重要的 他影响了自己的健康生活 他影响了他与人之间的关系 他影响了他自己在工作场所的表现 他影响了社交的生活 他影响了每一个层面 包括他将来的婚姻 也影响了他的儿女 就是对家庭 一个决定性的因素的影响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自我形象既然是这么重要 那为什么有一些人 自我形象那么低落呢 那么看不起自己呢 而士气对自我的尊重呢 原因就是来自于他自己的家庭 而他自己又没有从家庭中间的伤害中 走出来 这样一来 他的自我形象将会一生随着他 是消极的 是负面的 我常常对家长说 在孩子三岁之前 一定要常常肯定你的孩子 这三岁或八岁之前的孩子 是吸收力最强的时候 你常常跟他说话 他以言能力就真强 你常常给他鼓励 他的自信心就真强 这是必然的 相反的 从小我对孩子就是高压的手段 就一种打击式的教育 他做得不好 我就骂他 我就打他 以至于他失去了自我的信心 凡是他所做的 我的爸我的妈都不欣赏 都不接受 我稍微有一点过错 我就挨打 免得挨打 我就不想表达 我就不想做 从开始 这种自我的形象在家庭里头 就被奠定了 要不然 就是爸妈总是会 把我跟别人比较 跟堂哥堂弟比较 跟哥哥妹妹比较 跟左灵右色的孩子比较 从小我就比不上他们 这种的打击 这种阴影 常存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我讲什么 我做什么 我爸妈都不欣赏 我做不好 就挨打 就挨骂 要不然就说 我比别人不辱 所说的都是负面的 语言 语言 是既有 拆毁性的 也既有 建设性 所以如果你多说 造就人的好话 对你的孩子是建设性 相反 我如果都说消极的话 如同一点点的火 可以燃起整个森林 这是雅各苏说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心心之火 可以聊言 我们的原意 会把我们的孩子给烧坏掉 因此 我们如何在家庭里头 受到交易 显得格外的重要 我们今天做爸妈的 一定要给孩子正面的 积极的 乐观的 造就他的一些的原意 祝福他们 让他们可以成长 当他们做任何的 发表任何的意见 或说出任何的主张 不要只是浇冷水 要给他们鼓励 要给他们肯定 这样一来 他们的自信心就会增强 自我的形象就会增大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自我形象是从家庭塑造而来的 这是最直接的 以后再进入幼稚园 小学老师对他的形象的肯定 也会影响他 以后进入小学 甚至中学老师的肯定 对他自我形象的建设 也是正面的 相反 遇到不好的老师 总是打 骂 讲一些消极的话 这样对学生 对孩子来说 也是一种负面的影响 这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恳求天父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健康的去建立 我们自我的形象 自我的形象的建立 使我们很昂然的 很大方的跟人家来往 他结婚的时候 他也会对配偶比较肯定 他对自己也有把握 今天很多夫妻发生问题 妻子说一点话 丈夫就受伤 丈夫说一点 讽刺的话 妻子就耿耿于怀 好几天都睡不好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我们的胸怀 太狭隘 这说明 我们经不起外来一点点 丝毫的打击 那是因为我们缺乏了自信 我们自卑 别人说什么 我们就相信什么 别人给我什么 我就吸收什么 这是不应该的 这是不健康的 相反的 我应该做一种起舍 我有自信心 我知道有一些东西 他说的不对 既然他说的不对 我为什么要因他说的不对 而难过呢 他责备我 他骂我 这些话是不对的 是不健康的 是不正确的 既然他是不正确的 为什么我要接受不正确的呢 比如说 有人把一包的垃圾送给你 你可以不要收啊 当你不收的时候 这垃圾就归回给他 你说对吗 所以无论你的丈夫 你的妻子 你的父母 讲一些消极的话 一些令你伤痛的话 你可以不要接受啊 当你不接受的时候 这些话 就没有伤害的能力了 我们今天 把这些话存在心上 因为我们信以为真 因为我们去接受他 他所说的话 这样一来 就给我们带来负面的影响 所以不要全然去接受别人的评价 你要接受你自己到底是谁 我们知道我们 我们知道我们其实是有优点的 正如我们是有缺点的 可是有一些总是在我们身上找缺点来批评我们 我们的父母亲有一些是消极的 总是看见我们不好的意面批评我们 可是我们今天长大了 我们知道我们身上有优点 我就必须接受 我有优有切 我不要因为缺点 而掩盖了我的优点 相反 我要用优点尽量去发挥 去发展 去develop 这样一来 就可以掩盖我的缺点 以至于 我有自信心的生活 亲爱的弟兄姐妹 每一个人 都必须有这样正面 积极的去看待 如果过去我们受过了伤害 这些伤使我们今天受不了 拉丁有一句谚语说 当人对你伤害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被伤害 那是因为你身上有溃烂之处 是吗 如果有人道言在你的脚上 你会感觉痛 那是因为你脚上有溃烂之处 如果我身上没有溃烂之处 他道言在我身上 对我来说 是毫无影响 我今天感觉到伤痛 今天有人讲我一句话 我就很伤痛 今天有人用一种 不同的眼光来看我 我就感觉很伤害 那是因为 我们身上 有了溃烂之处 为什么有溃烂 因为我们曾经受过了伤害 而那个伤害 我们没有加以医治 没有治疗 我们就会产生溃烂 溃烂我们就承受不了 外来一点点 给我们的压力和伤害 所以我们做丈夫的 做妻子的 做儿女的 做父母的 我们很容易伤害 那是因为 我们生命里头 有一些的伤处 没有去处理 这些伤处 我们必须去治疗 而不是要别人 去治疗 你叫别人吃消炎药 不会使你的伤处 而得到医治 你说对吗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必须要自己治疗 那怎么治疗呢 我们就要回到 言出之处 就是上帝创造我的主 那位主是我生命的根源 那位主用自己的形象 造男造女 我就必须回到 耶稣基督里面 去寻找这个形象 这个形象是有真理的 是圣洁的 那我就必须在他里头 重寻示弱的形象 过圣洁的生活 拥有真理 踏实的生活 神重新把我建造起来 而耶稣基督是爱 在他的爱里面 我被接纳 我被欣赏 我被肯定 这样一来 我会进入他的肯定中 自我肯定 进入他的欣赏中 自我欣赏 进入他的爱中 能够懂得自爱 这样一来 我们的生命 得到了医治之后 我们就可以正面的 发挥我们自己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不需要去比较 不需要用物质 去衡量自己 今天消费主义的时代 怎么看一个人有价值 就看他有没有钱 看他有没有车子 有没有房子 有没有银子 可是他们并不在意 有没有上帝的儿子 可是我们今天 有上帝的儿子 我们并不在意 有太多的银子 我们并不在意 有更大的房子和车子 那因为我们晓得 人的生存的价值 并不是由物质来界定的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犹法口中 所出的一切化 既然圣经这么说 我们必须肯定 我们存在的价值 是超物质的 你若赚的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还有什么益处呢 既然全世界 还比不起我的生命 我要何等的 珍惜自己的生命 而不要辜负 上帝在我身上的恩典 Amen 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 或者今天我们寻求 自我形象 最重要的途径 爸爸妈妈已经伤我了 我从一个 受伤害的家庭里头成长 并不表示 我的生命的前途 是没有机会的 相反 我回到上帝那里 在他那里得到医治 使我的自我形象 重新建造 这也是非常重要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呢 我也要开始 去发现 我自己身上有什么恩赐 有什么才华 我要好好 发挥我的恩赐 发挥我的才华 我如果是 工科的料子 就好好读工科 我如果是理科的料子 好好念理科 如果我是文科的料子 好好去念文科 去发挥他 没有所谓的 哪一个比较有前途 哪一个比较好 我们不是用物质 金钱去衡量 我的恩赐 而是上帝既然给我 这样的恩赐 我就好好的去发挥他 去发展他 去培育他 让这个恩赐 不断的扩大 以至于 能够建立自我的形象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你身上 有了一些的恩赐 有一些技能 是别人所没有的 你就可以尽量的去发挥 那你不需要去跟别人比较 相反 你要接纳你自己 你就是这样有特别的人 不论是语言的恩赐 或者手艺 我的车子坏了 我要去找祭司 来修理我的车子 所以我没有办法修理自己的车子 我需要别人 所以他的恩赐 不是我的恩赐 可是如果他要像我这样来教课 来上讲台讲道 他是不能的 我的恩赐 是这一方面的恩赐 是他没有的 同样的 我不会修车 他会修车 是他的才干 他是超越我的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才华 所以让我们各自的发挥 每一个人一定要肯定自己的恩赐 然后好好地去寻求进步 去改变 而不是在那里自我埋怨 等待 这是不可能的 人家有一句话说 你不能在树下一直等榴莲掉下来 是吗 我们总是要好好地努力才有成果 就好像 如果我的身材造成 我连自己都看不起 那我就改变我的身材啊 我就好好的 好好的去处理多一点运动啊 那么少吃一点啊 只吃营养的 不要吃垃圾的食物啊 这样呢 慢慢累积起来 三两年后 我的身材就会变得不一样 就是这么简单 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 我稍微胖一点的时候 我就少吃一点 我如果开始瘦了 我就多吃一点 自我控制一下 让自己的身材不要变样 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而不是在那里埋怨 我的身材不好看 人家每次见到我就说我很肥 那不要去理人 别人怎么说 我自己要改变 我自己要努力 如果努力了 改变了 是因为荷尔蒙造成的 我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减肥 那你就接受你自己 这是你的特别的地方 是别人所没有的 你的身材 也是你的独特之处 你这样接受你自己 你就不会埋怨 你就会喜悦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就会自我尊重 当你自我尊重的时候 别人就会尊重你 当我看见别人 有欠限的时候 他还很勇敢的走出来 我就会非常欣赏他 我觉得这个人很有自信 对吗 相反的 我如果扭扭约约的 很多事都不敢出来做 人家就说这个人太自卑了 相反 我们勇敢的踏出来 走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学习 我们就可以成长 我们就可以取得别人的尊重 尊重自己 突破一切 努力改变 这些都是可能的 不要跟那些每天欺笑你的人 给你带来负面思想的人 远离这些人 这些人对你不是祝福 他们不是博乐 我们要的是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祝福的博乐 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学习 这样的去做 我深信 你一定会越来越好 愿上帝祝福我们 自我的形象 是从神来的 不是你爸爸妈妈来界定你的一生 所以我需要回归上帝 从他那里重循 我生命士气的形象 重循 去肯定 神在基督里给我一个新的形象 我要好好的建立起来 不在于外在的物质 如果在于我的身材 那我一天老的时候 我皮肤皱的时候 我身材变样的时候 我就变成没有价值的人 我的价值不在于这一切 亲爱的弟兄姐妹 是在于你拥有神 尊贵那看不见的形象 那是高尚的品德 那是尊贵的圣洁的生活 这一切才是神要给我们的形象 也是应该让我们活出来的形象 愿神帮助我们 给我们建立健康的形象 也让我们的家 因着我们而变得更美好 愿神祝福大家 阿们 好 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几位导师 来发问问题 我来回答 好的 谢谢牧师 请问牧师 对于已经成年的孩子 自我形象低落 没有自信 父母该如何帮助他呢 如果从小父母亲没有用正面的思想 去塑造我们的孩子 没有给他们肯定建立自信 成长过程里面 他就在这一种负面的影响之下 长大 所以今天成长了以后 我发现到我对他的伤害 那我怎么去改变他 那有一些也不是父母亲的问题 而是他在学校遇到不好的老师 后来又遇到不好的 这个上司老板 那么总是见到的都是负面的人 所以给他的形象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那作为父母亲的 我们应该给他肯定和接纳 也就是说今天孩子在我们家里面 即使他赚不了多少钱 我们要告诉他 你尽你的力量就是的 天上的飞鸟不中也不收 上帝想起养活他 你也一样上帝会养活你 你不要担心 你一定要有自信 如果他发表意见看法 是正确的做父母亲的 要给他鼓励要给他肯定 如果他讲错了 你就沉默不要去泼冷水 给他没有自信 因为过去的阴影 现在要慢慢的去消除 过去的伤害 现在需要慢慢的去治疗 这个过程是漫长的 让他慢慢建立自信 另外就像我所说的 只要好好地发挥他的恩赐 他就可以成为一个有自信的人 所以你知道你的孩子的才华 在哪一个层面上 就好好鼓励他 他是画画的 花点钱给他去学画画 给他在画画的 这个层面上 去发挥建立他的自信 如果他是可以修理车的 他喜欢这些电器的东西 给他去好好学习电器的东西 让他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技术员 那这样一来 他的自信就可以建立起来 而年纪渐渐长大的孩子 那更需要我们各方面给他帮助和支持 因为他过去的形象 已经在他心里面奠定了一定的 一定的那个样子 所以要改变他 需要会很多的功夫 很多的力量 所以这些层面 都是我们今天父母亲 要想尽办法 去帮助他们 这是不容易 但是我相信在神的恩典里面 一定是可以成功的 那我常常说一句话 垃圾 放在一个正确的地方 都会变成肥料 所以不要认为我的孩子是没有前途 如果父母亲都是这样认为的话 我们的孩子就更加肯定自己是没有机会 是没有用的庸裁 相反我们给他们肯定 不是用世界的价值观 外债 世界的价值观 财富 世界的价值观 财华 用财华 用财富 用 外债 来界定一个人的价值 这是世俗的价值观 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 不是的 是回到耶稣基督里面 去拥有他那种尊贵的形象 圣洁的 有真理的形象 这才是神所喜悦的 愿上帝帮助我们做父母亲的 继续的扮演你正面的角色 自己的心灵一定要常常亲近神 好让你说话有智慧 给孩子感觉上被肯定 愿神祝福 下一题 好 谢谢牧师 这一题是说 有朋友是基督徒 他喜欢分享他购买的一切 奢侣品 房子 车子 这些方面 难免就会陷入到 属世衡量的价值观 为了不让自己陷入其中 我把这朋友给删掉了 眼不见为尽 我没有选择 接纳或爱这位朋友 是不是不对呢 我觉得 朋友对我们的影响 是非常深远的 我们在家的时候 父母亲对我们的影响 我们到学校的时候 是老师对我们的影响 而我们进入社会的时候 我们的朋友和同事 对我们的影响 所以这三方面的影响 都是非常非常 非常直接的 那么你发觉到你的朋友中间 即便他是基督徒 可是他一直在炫富 炫耀自己的 车子 房子 奢侈品 那这种炫耀是没有价值的 那你觉得 这种炫耀会给你带来 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也就是说 你会比较 为什么他有 我没有 会使你感觉 多少受到了一定的伤害 所以你想block掉他 你不想 见到他在 你的facebook也好 或者在你的网 网络里面 那么来炫耀这一些 那我觉得 这是你的权利 每一个人都有权利 交怎么样的朋友 不是对和错的问题 你不需要为这种事情自责 有一些的人 是不值得你去交朋友的 有一些人在你生命里头 是给你带来负面影响 你要逐渐的远离他 相反的 能够给你正面的 积极面的 你要亲近他 你如果要成功 你一定要跟成功人在一起 如果你要失败 你一定要跟失败人在一起 这是成功学的最基本的定律 那我们基督徒说 我要去改变他 不 你现在会感觉上不舒服 这表示你已经有一些在意 那你就不适合跟他太亲密的交往 就当做一个普通的朋友 那就好 那么你既然block掉他了 那就算了 那相反的 你应该更正面的学习 建立你自己更健康 更自信的自我形象 这样一来 将来你遇到的这些人 在社会上 类似这样的多的人 都不会影响你 也不会伤害他 那你就过得很平稳 你就很有把握 这才更是重要 好下一题 谢谢牧师 这一题提到 马太福音六章七节 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 用许多重复的话 他们以为话多了 闭门垂听 请问牧师 这段经文要表达什么呢 比如我老公未信主 我天天为此祷告 是否属于重复的话呢 如果你去看 马太福音第六章 那一段论到祷告的事宜 是耶稣基督 对法利赛人的批评 因为法利赛人 用囧长的祷告 去说明自己的虔诚 用重复的话 使他的祷告能够囧长 他怀着不好的动机 是要得到人的称赞 同样的耶稣进一步说 有一些人进食的时候 从他脸孔上 就看得出他进食 因为他在脸上写了两个字 进食 这样一来 他已经在地上领受了 人对他的称赞 他的赏赐 在天上已经没有赏赐了 所以耶稣是批评 这些动机不善良的人的 祷告 进食 所谓的属灵生活 其实是做给人看的 不是来自内在生命 敬虔的表现 相反 你为这丈夫祷告 你没有说要表现自己的 久长的祷告 你重复的为你丈夫祷告 并没有想到得到别人的称赞 相反 你一心一意的就希望上帝 垂听你的祷告 让你的丈夫能够来归信基督 你的动机是善良的 所以不能用 马太福音第六章 这段经文 来套用在你自己的身上 相反的 继续祷告吧 努力祷告吧 深信 有一天你的祷告一定会蒙一鸣 因为圣经说 你不可灰心的祷告 祈祷 神必垂听 愿上帝赐福你 祝福你的家庭 全家贵重 下一题 好的 谢谢牧师 这一题是问牧师 《猎王记》上13章15-26节里 老先知为什么要骗神的仆人呢 是神引导的吗 神的试探 神是信实的 神的话不会改变 我们不能听信别人的话 包括先知口中的话对吗 是这原因造成神仆人的死吗 先知是不是也是什么仆人呢 为什么这个神人会死 为什么这个老先知要去欺骗他 那这个老先知为什么会说谎话 那么他是真的老先知吗 圣经里头确实没有很 很直接的去说明这位老先知 为什么要去批评这个神人 他之所以被称作神人 因为他大有能力 因为他被神重重的使用 上帝透过他对当时的王说了话 做了奇妙的事情 那可见这位神人 那可见这位神人大有威严 而上帝也吩咐了他 做完了要离开 不可留在那里吃饭吃喝 这是神的吩咐 而这个老先知呢 是什么原因要去欺骗他呢 有可能有很多的原因 这是我们没有圣经没有说明的 是不是要去讨好君王 他是被君王所利用 这些可能性都有的 因为你知道在旧约里头 有一些的先知 并不是像耶利米 以赛亚 但里里 这一些的先知是很清楚蒙造的 的先知 相反的 你记得在阿摩斯书里头提到 有一些先知呢 是宫廷里头的先知 是宫廷养的先知 他们领的薪水是从宫廷来的 所以特别养了一些所谓的先知 其实当时也有先知学校 就好像现在有神学院 也可以交出一些的牧师传道 可是这些牧师传道并没有蒙造的 他们也被教导 他们也出来讲道 他们也出来服侍神 那么你说他们坏 他们也没坏 你说他们好 他们也没有表现的特别 他们就是做一个职业性的先知 就是这样 就好像今天也有职业性的牧师一样 就把他当作一份的工作 领一份的薪水 但是没有蒙造 没有特别的使命感 那这位老先知很可能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的人 而这个老先知的道德并不高尚 所以他会说谎话 他假借耶和华的名 要他留下来吃喝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很可能这个老先知 知道上帝曾经对这位神人说的话 不要他留下来 他就故意的去试探他 而这位神人为什么会留下来呢 就说明了他的暖弱 可能当时他很渴 他很饿 他需要休息 那么这样一来 他就上了当 而这个上了当 的严重性呢 是因为他违反了神的话 他不顺服上帝的道 你知道作为一位神人 作为一位先知 最主要的就是听信耶和华的差派 听传讲上帝的信息 所以你不可以去改变 而你作为一个神人 你很清楚耶和华已经命令你 耶和华已经一先的告诉你 你仍旧跑去吃喝 结果招惹杀身之祸 回头的时候就给狮子 给咬死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一段的经文主要就是告诉我们 有一些基本的原则 你怎么知道 先知的话是来自上帝呢 前后一定要一致 如果不一致的话 那就是谎言 不是来自上帝 第二 作为一个跟从上帝人 必须要完全绝对的顺从 不可以按照己意而行 而为什么上帝会让这位老先知来说这些话呢 上帝是一个主权的神 同样的上帝也知道人性的暖弱 这个老先知 有人性的暖弱 这老先知说谎话 上帝也准洗他 而不是上帝要他说谎话 因为一切的美善 都是从众光之父而来的 是老先知的 本性 是老先知不存粮的动机 或者被君王的利用 等等 而造成他用谎话 来留住了这位神人 而上帝也凝准 让这个事情 却以悲剂来落幕 可是这个悲剂的事件 却给我们今天带来很重要的教训的原则 是我们不可忽略的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些 愿上帝给我们智慧 每一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 要绝对的顺服 或者绝对的顺服自己 是绝对的顺服上帝 还是顺服自己 听从神的话 还是听从自己的欲望 每一个人都要做决定 包括老先知和神人 也包括你和我 所以上帝的话是不可违背的 我们必须绝对的遵从 就是一个智慧人 愿神帮助我们 透过这一段的事迹 有所学习 好下一题 谢谢牧师 这一题想要问 虽然知道自己的现况 和才能跟能力 可是还是会往往 不知不觉的 要跟别人比较 不能够真的完全接受自己 有疑问问自己 为什么不能完全接受自己呢 我应该如何去掉 这个坏习惯呢 就如我刚才所说的 如果你照着镜子的时候 你不能接受你自己 就是会造成你士气的至尊 这个士气至尊 就是你的自卑 而我会跟别人比较 往往都是跟我的自卑有关系 如果我跟明星比较 我就觉得我很难看 亲爱的弟兄姐妹 比较会给我们带来一种 自我形象低落的可能性 可是如果我比较的是比我更难看的人 或许我还会找到一点安慰 比上不足 比下有疑 对吗 所以可是人性里面总是比上的 不比下的 下有什么好比 我都本来比他好 比他高 比他有钱 比他有能力 比他好看 可是我现在偏偏比的都是比我高 比我强 比我有能力的人 那这就是人的一种自卑 我们需要肯定生存的价值 不在于外在的这一些的事物 不在于人的话语的肯定 乃是在于上帝 那当我们能够这样的去寻求的时候 上帝给我们的一种肯定 我们或许能够找到一个安定的心境 以至于我们渐渐的不需要去比较 很多的生命学习 当你年纪越大的时候 你就发觉很多东西是不需要比较 你看过那些有钱人的痛苦 你看见生命的短暂 你发觉到比较有什么用 你说话明星很漂亮 但是你看见有多少个明星 他们的家庭生活是幸福的 没有的 对吗 但是如果你真正的生命的经验告诉你 很多的人长得漂亮 但是呢 他们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 相反 我长得不怎么样 不过我家庭还蛮幸福的 那你就会欣赏自己了 因为你的生命的经历告诉你 很多东西不是看表面的 你渐渐养成一种有深度的生命 有深度的看见 有深度的去理解一件事物 不是表面的 我们今天遇到一些困难 我们从表面说哎呀为什么上帝不祝福我 当你生命有了深度 你就知道 凡事互相效力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人得益处 这是一种经验来的 告诉你 短时期来看这是不好的 长时间来看那是好的 可是我们就偏偏在短时间去衡量上帝有没有祝福我 我不是从长时间去看相信上帝的应许是不改变的 因此我们才会产生了很多的埋怨 所以我们今天会常根本比较是因为我们自卑 是因为我们看不准 我们看不生 当我们越看越准 看越看越深 我们就知道 不需要比较 我一个孩子 为什么他生三个孩子 你从来没有看别人一个孩子都没生 那没生孩子 说为什么他生一个 为什么他生三个 我没有生 那么他没有看 生的孩子中间有多少个是不孝的 有多少个后来出问题 给家庭带来痛苦的 所以上帝知道他有了孩子将来会有痛苦而没有给他 他能够有深度的去看任何一样事物 他就不会去比较 他就会去接纳我的现况是上帝颖准的 是上帝决定的 那一定是最美好的 那一样他就会幸福感就来 他就不会自卑 他就会喜悦 愿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智慧 Amen 好 谢谢一提 好 谢谢牧师 这一提是问 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 爱你没有惧怕 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 因为惧怕你含着刑罚 惧怕的人在爱你未得完全 如何上那些雾用以上的经文 以为只要有爱就不惧怕 而争取同性婚姻的这些人呢 爱里没有惧怕是什么意思呢 爱里没有惧怕就是真诚的爱 真实的爱我会坦然 而不是牛女爷爷 相反是承认 如果我爱一个人 我如果真诚的爱他 我就没有惧怕 我会公开的承认 她是我的未来的太太 我要跟他结婚 这种承认就会彰显出荣耀 这种承认就没有惧怕的承认 所以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 爱里面如果含有惧怕 是惧怕 惧怕是含着刑罚 我做这样的事情 会带来一些刑罚 如果有人结了婚 还偷偷摸摸去做一些 不能告人的事情 那就有一种惧怕的心理 因为他害怕受了惧怕 他害怕可能妻子知道了会闹离婚 他害怕了 如果我做了这些事情 会受法律制裁 所以爱里面真诚的爱 是圣洁的爱 就没有惧怕 不是惧怕惧怕 因为他是光明磊落的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可是你说到有一些人 却勿用了这些经文 那说我不怕同性婚姻 我愿意公开承认 这种是滥用经文 恶上加恶 你知道吗 那如果我们错了 承认自己错还有机会 错了还利用经文 来肯定自己的错 你要在圣经里面找到 没有上帝也找得到 因为圣经说没有上帝 可是前面那句话 他没有说一完人心 也说没有上帝 他只是引用了没有上帝 没有看上下文 同样的这一段的经文 你好好去看上下文 一定不是谈同性恋 是不是 所以这些人都是滥用经文 错上加错 这是神所不喜悦 你如果好好去看经文 圣经里头在生命记 很清楚的说 难以人 难以难交贺 这是神所厌恶 那既然说神所厌恶的 有什么好解释的呢 那就很明显 同性的性交婚姻 是神所厌恶的 那是再简单不过 可是我们又讲 他的背景等等 来掩盖真理 很明显的表达 这是错上加错 这是神所厌恶的 还利用他的话 来肯定自己的恶 把上帝也变成是恶的根源 愿上帝怜悯我们 这些有罪的人 一个有罪的人 就希望别人跟他一起犯罪 我赌博 我就希望我的朋友 跟我去赌博 我去找祭女 我就希望别人跟我去找祭女 我是同性恋者 我就希望别人跟我一样 搞同性恋 这样一来 我们良心都安 我们一起犯罪 一起快乐 这是人性 罪恶的一种表现 愿神 可怜我们 好 下一题 谢谢牧师 这一题提到 以福所书 五章十五字十六节 你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 当像智慧人 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请问牧师 应该如何劝勉 青年人要爱惜光阴 而不要把太多的时间 用在滑手机 甚至不愿花时间灵修呢 我想 一个少年人 他从小培育的性格 培育的习惯是什么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孩子从小 没有被教导 或者被教导以后 没有养成那种习惯 他就很容易 去养成另一种 不好的习惯 培育好的习惯 需要很长的时间 培育不好的习惯 很快就学上 所谓的 学好三年 学坏三天 就是这个道理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一起床 我的祖母就会跟我说 把被给遮好 所以每一次起床 我祖母就会吩咐我 渐渐我就养成习惯了 一起床 我就遮备 后来 我离开了家乡 到另外一个城市读书 早上起来 一定遮备 因为没有人替我遮备 就养成了一个习惯 到今天 我结了婚这么多年 我还是常常遮备的 因为他已经养成一种习惯了 习惯就不容易改 所以如果要我们孩子养成好的习惯 是他小的时候就开始培育他 在三岁之前就开始培育他 在八岁之后就比较不容易的 坏的习惯就很容易被培育 他看朋友一直玩手机 他也跟着玩手机 而今天手机里面的东西很精彩 人生很枯燥 所以他玩手机就很容易上瘾 因为凡是刺激的 凡是新鲜的 凡是能够让他感受到快乐的 舒畅的 都很容易上手 所以手机是其中的一样 因此他就一直玩手机 爱系光阴 在圣经有救赎的观念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过去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当保罗写书信给以夫所的教会的时候 跟他们说你们要爱系光阴 他假设我们中间已经有很多的人 过去浪费了时光 因为不认识上帝 那今天你认识上帝以后 你要把时光给救赎回来 我们说寸金难买寸光阴 也就救赎不回来 可是基督教信仰不是这么说的 基督教信仰说 我们今天要把以前浪费的时光给救赎回来 意思说我今天要加倍努力 更多的服侍神 更多做有意义有价值的事 我过去没做的 我现在要做 就是救赎光阴的观念 所以我们今天要给孩子们知道 他们浪费的光阴 有一天你要去救赎 你要花很多的时间 那我们就要告诉他们 什么样浪费是没有意义的 怎么样用时间是没有价值的 当孩子愿意听你是因为他尊重你 相反今天我们强势的对孩子 孩子是听不进去的 所以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做父母亲的本身爱惜光阴 父母亲做有价值的事 父母亲会灵修会祷告 让孩子会感受到 灵修祷告对父母的影响有多深有多大 有一天遇到困难的时候 看见父母亲仍旧承受得来 就像有一个孩子做见证 我爸面临经济困窄 生意要倒闭的时刻 他每一天早上 人就跪在大厅的沙发那里 祷告 在那里做着读经 我爸为什么能够这么冷静 不厌天也不忧人 是因为这信仰支撑着我父亲 这个印象一直深刻在我的心田中 那今天他的孩子也跟着敬畏神 好好跟随主 因为老爸给他留下了这样深刻的印象 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同样的今天你不能用强势的一大堆的理由 来要孩子丢弃手机好好听你的话 灵修祷告 不是的 而是你亲自灵修祷告去影响他 让他看见灵修祷告对生命的重要 有一天你们吃饭 把你自己的经历在饭座上稍微谈一谈 说因为我最近读圣经 神的话如此的感动我 我那一天做一件事情 就因为神的话光照我感动我 让我知道怎么做 那孩子都听进去 不要在餐座上批评教会的事 批评牧师批评长老 这是不智慧的 在餐座上多讲一些正面积极好话 让你的孩子能够深刻的印象 留记在他生命里头 他就发觉到灵修祷告是重要 或许他会开始领修祷告 另外呢就告诉教会的传道人 就带领少年人的传道人去帮助 去建立孩子们有祷告的可能性的习惯 给他们一些好的资料 去牵引着他们 父母亲做不到的 现在要由传道人去帮你做了 传道人帮不到的 就要组长组员彼此互相扶持来做的 那这都是一步又一步改变 这样相信这个孩子还是有机会会学习 读经祷告不要灰心继续努力加油 好下一题 好谢谢牧师 这一题跟上一题有点像 就是说如何避免人到中年以为追剧是合理的消磨时间 而陷入浪费时间的刑警呢 他之所以会追这些追剧 就是这些所谓的电影里面的这种 长的这个画迹 那其实那是非常浪费时间的 我是绝对不会去看这样的电影 看一套电影我会看 如果那一套电影有很多series的 他需要很多记才把它演完呢 我是绝对不会看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这个 这个金庸的小说 当我翻开看金庸小说 我立刻就上瘾了 我就立刻每一天早上还没有灵修 就想看那个小说 为什么因为是报章上看 报章有长期的放这个色雕英雄传 所以呢一集又一集 每一天早上都有一集 所以报纸一来 我先看色雕英雄传 而不是看圣经 为什么因为他太精彩了 他太细精了 那为什么我会这样呢 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情节太过精彩 另一方面是因为我还有时间 刚刚出来做传道人在一个小乡下 那早上除了读经祷告 也没什么事除了看书 会有都没有几个人 是做来做开放的 所以我有时间 所以一个人有时间 他就会去做这种事 为什么他会看这种长的这些电影呢 因为他有时间 这是另外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没有更有价值 有意义的事等待他去做 如果一个人他有很重要的事要他去办 有很重要有价值的事要他去处理 他一定不会去追记 他相反会好好去处理那些事 所以今天有一些的懒散 我告诉他们你的人生没有目标 你一定要定下目标 有一个年轻人告诉我他工作很懒散 然后呢赚了钱 很快的就进入夜光组 就是到夜尾的时候呢 全部都花光了钱 每个月的薪水就这样 那他说我应该怎么办呢 我说因为你对自己的开销 没有计划没有目标 我说我建议你去买一间房子 我说新加坡政府主你不能买 就在新山买一间房子 然后呢每一个月你要供期 这样一来你有一个目标 你就不会把钱给乱花了 把这个钱用在你的房子上面 每一个人一定要有目标 你才会努力 你才会进行 同样你才会 好好的爱惜光阴 不会浪费在追记这些事上 愿神给我们智慧 让我们做有意义的事 好不好 好下一题 谢谢牧师 这一题想要问 作为一位基督徒心理咨询师 应当如何帮助对福音不感兴趣 但自我形象低落 自卑的求助者呢 我觉得这是你的机会 任何一个人 愿意听你的话 是因为你已经跟他建立非常好的关系 就是信任的关系 你是一个心理咨询师 你就要尽你作为心理咨询师的责任 这个责任就是帮助他 去建立他自我的形象 用尽你所知道的一些的手法 途径 帮助他 建立他 当他在你的带领之下 渐渐的改善 他发觉到你给他生命带来祝福 你给他人生带来光彩 进一步的有机会 你跟他分享福音 或许他会听进去的 在你还没有建立关系之前 请你不需要讲太多有关耶稣的事 相反 你应当建你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责任 他不是来找基督教的辅导 他是花钱去找心理学的专家 所以你必须拿了他的钱 建你的责任 可是到最后你发觉到 一个人的心理的健康 不是心理学的技巧而已 就好像我们谈自我的形象 整个目标不是建立自我形象的健康 我们还有更崇高的目标 建立自我形象的健康 是为着荣耀神 是为着去见证神 这才是我们终极的目标 如果一个人没有终极的目标 建立自我形象 所谓的健康的自我形象之后 他只是自我欣赏 自我满足 那是不够的 那还是回到很基本自私的心态 相反我们是朝向神 所以你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 你可以在这方面 有一天 取得他信任之后 告诉他 我们的形象 最尊贵的是来自上帝 然后再跟他谈 什么叫做尊贵的自我形象 而上帝的形象 是包括灵性上的 就是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 包括道德上的圣洁的生活 包括良心上的 过爱的 在爱里没有记怕的那个样式 那么逐渐的讲解 相信他会听得进去 因为他尊敬你 好下一题 好谢谢牧师 这一题是问 《猎王记》上十一章六节 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 为什么所罗门王有神赐的智慧 仍然会远离神呢 换句话说 生命是一个动态的观念 他并不是静态 我今天成功 永远成功 我今天圣洁 永远圣洁 不是这样 生命是动态 不进这退 当所罗门王 不听上帝的话 去起了喜喜多多的徽聘 作为一个大君王 各国都将自己的女儿送来给他 作为公主 作为他的徽聘 那么他也接受了 这就让自己陷入了这种试探里面 一个人如果没有很清楚的立场 没有很坚固的性妄爱的根基 他很可能像所罗门王 晚年晚节不保 而掉进这个罪恶的试探里头 这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透过所罗门王 这样智慧的王都跌倒了 所以换句话说 生命和信仰不是单贪 只是存在知识的智慧 聪明 而是在于你的生命的根基 必须建立在神的道上面 绝不妥协 从今天开始 直到永远都不妥协 一点都不妥协 这样我们就不容易掉进试探中间 相反的 小善不为 小恶却为之 那这样一来 这个人迟早就跌倒 我认为那是小小的恶 做一点点也没关系 就会累计成为大恶 如果你小善不为 你认为那个是小小的善 我不做 大的善你也不会去行 这样我们的生命就失败了 愿神帮助我们 OK 好的 我们今天就回答到这里 愿上帝赐福给大家 好 我就跟大家说声 晚安 大家好休息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